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帅 欢迎大家来关一下目前S1的杰克 跑来我这边还愿好几天了 大帅我S2了大帅我S1了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厉害 对吧 来来来来来 既然你上了S1我就把你看下去 这种方面的话幸运而心里调香拥毕 我这套这种不行啊 这套这种打杰克确实杰克输不了的 这种杰克好抓 没有一个是难抓的 然后修机的速度呢 你不慢吧 但你也不快啊 对吧 你说你外面比如说有邮差 有机械这两个人 然后你抓个别的心理学家 那心理学家倒地了 外面可能跳三台多的机子 或者跳个三台 然后两拨搏命一套 盘个私人开门战 这套是能盘不出一个私人开门战 他们修机这种不够 要看机器人这边要不翻娃吧 无论直接两刀打咒 没有给到全者任何的机会啊 这边的话玩具商 心理学家确实不太玩的 都用杰克的 骗过来一刀震慑 来一撕 直接一个非常快速的机倒 这个机倒的话一分钟出头 虽然说留了一些应激 但是问题不大 对吧 你有本事派一个没有薄命的人来就 看下墙石 墙石不知道距离有点远 用命的话大概是个薄命 幸运儿是个双坛 果然幸运儿翻了个碗 这把确实求人的机子是需要去提速的 这段应激待会得看后续谁来救了 要不幸运儿翻马枪来救吧 幸运儿双坛救下来以后 这个心理学家能吃两刀 然后呢 心理学家 对吧 突然之间小宇宙爆发 疯狂的溜 打一刀 卡半救下来 可以啊 可以 这波的话心理学家先拉开 不要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 不要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 你说这把杰克一定得赢吗 我觉得还不好说 杰克现在是一个保评真胜 输是输不了的一个局 但是赢 杰克这个角色系要赢 他更多的是要在防守端打双岛的 打不了双岛 其实穷者的节奏还是够 能够去排一个三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的话就有机会保平 这边误刃躲掉 哎 这里博命结束 这段应激 用出来了 他这边是想回身反绕一手 反绕这边心理学家 傭兵能不能报一下 傭兵 抓傭兵 打双岛 想等个误刃 这里窗是被封的 误刃先打 好的 可以 再踩一脚 那那边心理学家 万一队友状态这么不好 你不是整个就节奏断了吗 他想打个控场 想或者想赢 这个局嘛 确实刚才那波心理学家 我是没想到他能够再溜起来的 骗出香水 但是怎么说呢 这种打法对于杰克来讲就是 我放弃了一个我很我能保平的一个节奏点 然后想要通过我的操作和我的控场 我的大局关去打一个制胜点 因为他可以把丘者的一个修机节奏打乱 先说这边摸出一把枪了 哎 有机会啊 这把枪摸出来 强尸这里的话 倒了也就倒了 倒了我这边 反正位置上面就盖了一台 其实外面可以多补一台的 傭兵这边的话 如果能起来 心理 你说给他一波琴 我觉得也可以 整个节奏现在是穷者的一个宝宾 真剩了 就穷者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剩下的密码机 对吧 如果说再能够帮忙 把这个强尸救出来 然后拉开 一刀巫人带走啊 拉开 拉到墓地的话 我觉得这个局就穷者有机会了 但是目前来讲呢 他最大的问题 他们怎么救人 是谁来救 幸运人来救是个双坛 先打一刀有传送 这个传送的话 幸运人可以开枪 先走给他 幸运 哎 我去 这波 杰克 抓到了 这一个 他当时杰克 那个传送的位置 好 有一说音的 幸运人 这波如果直接捞 也捞下来 但捞下来 这条是不一定走得掉 然后 刚才杰克 传的那个位置 他往回退 就看到你开枪 他往回退 理论上面来讲 有可能能躲掉这把枪的 得看那个角度 得看角度 现在的话应该是直接赢了 这波打完应该直接赢了 这波打完的话 穷者这边 一来机子不够 二来的话 他们没有人能救人了 杰克等这个误认好了以后 把幸运人击倒就可以了 红光片 哎呦 小伙啊 这个红光片的 可以啊 两波片红光片的 还有那么点feel 就是刚才 没有能够给到大家 那个穷者的视角 大家可能看起来 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隐身杰克 贴墙藏红光去骗走位 对在穷者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真的很难去辨别 并且是你在有心跳 有操作压力的情况下 现在看仙女侠 仙女侠这波救人嘛 我觉得 救下来 机子也不够啊 一刀物人先甩 好的 所以这里刚才 为什么我说就是 心理学能不能给 用兵一波 给一波移情 如果能给上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可能这个局 还有一个支点 可以支撑住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